农民节活动由政公所农会水利会联合举办 庆祝活动中特别班正奖牌给廖民妇 吉利洽昌两位杰出农民 感谢两位农友对草屯农业的付出 我们草屯正农会的特殊这个产销班 特殊作物产销班 以苦茶友为主的获得这一次农委会 全国十大产销班的殊荣 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特别推举他为 我们这次草屯正的杰出农民 另外一个是我们李恰昌 我们的农民朋友 青年农民 他是我们这一届青年农民朋友的青农的会长 那他是以有机柠檬为他主要的农作物 那这一次他也是在县内获得吉出农民 李恰昌是农家第二代也是返乡青年农民 目前担任南投县青农联谊会 草屯正分会会长职务 所种植的无毒柠檬因为友善耕作加持 获得无子柠檬专卖店 全国百大名店等认可 是青年投入农业的典范 很高兴这次担任草屯正的模范农民 未来期许需要让自己对草屯正农私人更有贡献 然后也帮助新加入草屯正农民能够有更大的收获或利润 让他们不会因为刚加入农业然后就放弃了农业 全国立南瓜品质评鉴竞赛得奖农友也与今天一同表扬 现远蔡明轩祝客获得表扬的农业楷模 也期许农民与草屯各界洗手继续为在地农业打拼 共创草屯农业美好的未来 感谢这些农民长期以来为我们农业来做付出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也要感谢他们对我们 包括我们农产品这样的付出然后来用心的来栽种 当然也是透过表扬也是鼓励我们的农民 用心的在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种植还有技术方面来做一个精进 当然其实我们所有的农民都往这个目标来做一个努力 给我们大众可以享用到更优秀更优质的一个农产品 透过活动表扬接触农民逆南瓜评件竞赛得奖人员 草屯镇公所模范农民南投农田水利会优秀水利干部等等 对农业发展具有贡献殊荣的农友或干部们 希望可以鼓励大家共同继续为在地的农业打拼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道